这时候有点怀念在家的时候吗 没什么怀念 过去另一句没有什么怀念的 透露出了他20多年的心酸和无奈 就是和这些个和我爸我妈朝夕相处的徒弟们比起来 我确实 对你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确实是个客人对吧 没有自己的毛巾 没有自己的牙刷 没有自己的床 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不是客人是什么呀 唐前静孝说出来的时候 郭德纲的眼神根本就不敢看儿子 可能确实在一块相处的时间变少了 现在的这个一年到头见不了几回 后来给我爸逼得没辙了 老得跟我安排点工作 然后我们能在一块见面 所以我这个来咱们春晚 跟我爸在一块现役 我这属于是堂前尽孝 我爸这个最近近一年吧 给我发微信这频率非常高 这个上家来吧 这个妈又做什么什么什么了 他有一万种变坏的理由 可他长成了最好的郭麒麟 你作为他唯一的亲生儿子 你是不是会争宠 你是不是会觉得 他就应该宠你一个人 但不是 他不仅不宠你 对不宠我 而且还 是吧 什么事还都给我搞特殊化 就是别人都好了 你就不能好 因为我倒在草丛里 没有人来扶我 他跟别的孩子还在打 还很高兴 因为大家都有椅子坐 而我只能坐在楼梯上 一个人吃我不爱吃的饭 我觉得我难过 我觉得我哭 原来打压师教育 其实就是裹着蜜糖的皮霜 今天这个采访如果放在15年 你放心我会卑微到泥土里 我会喝你的趴地上跟他说话 因为我从小到大接受的这个教育啊 戳车教育偏多 然后导致我确实有点 甚至说是自尊心有点自卑了 有点那种情绪 不愿回家的背后 是父亲对他最大的亏欠 父亲会去参加家长会吗 怎么可能呢 从来没去过 我爸我妈一直对我在学校的表现 不关心 一眼当中我长这么大 他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 第一次是我第一次传底 我打电话 怎么样儿子 演的如何如何怎么样 处熟落井 这是人生第一次 在主动给我打电话 父亲对他的满意竟然是 因为没有野心 让弟弟接班 我会接班吗 这问题还 大概什么时候接 其实啊随时都可以 我呀只管台上 他妈弄着台下 他妈就说了 要把法人导给他 跟他商量好几回了 他就是左推右推 以后让我弟弟接班 没有野心 也不像别人孩子 把这看得那么重 郭麒麟我还是真的非常满意 无所坚强的脸上 也演示不了他的委屈 22年没听过一两次 所以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就是我爸 对我就不太这么认可 可能是我努力吧 努力争取有一天 得到他的认可 这应该是大林情绪 最失控的一次 自己终于等来了父亲的认可 谁叫亲父子的相处模式 用香景如钉来形容呢 那现在在车上的 那个状态就是很客气 昨天几点到的呀 几点几点到 吃了吗 哪天夏天呢 一想你了 跟大天也好久没见了 别太生鬼了 哎呦呦 我等你几点到 昨天我们到12点吧 早上现在又吃他们这 反正你也吃了 反正我们的饼 还剩大概一周 我不想天天呢 我哥还不回 我哥还不回答